欢迎收看华视新闻杂志 0403大地震重创花莲 震垮红丹围楼 也对当地以观光为主的经济命脉 造成严重冲击 地震发生至今已经过了三个月 华视新闻杂志重返花莲 发现当地观光依旧不见其色 饭店住房率与往年同期相较 竟然连两成都不到 面临惨淡经营的过渡时期 店家们携手合作 纷纷推出深度旅游行程 像是七星潭渔业家族 大力推广食渔教育 与独特百年捕鱼文化 新兴文创园区则以精知美食 细说花莲在地故事 期盼能再次带动旅游热潮 回篮是花莲的旧地名 而泰鲁阁一直以来都是花莲的国际级民盛景点 工程单位立拼2024年底修复完成 期待重新开放后 让回篮有机会立晚黄澜 伤痕累累的泰鲁阁 花莲产业的振兴 赴援过程会历经哪些挑战与煎熬 带您深入了解 地震之后九七龙步道上面 确实它的变化非常非常大 也看起来很多的画面看起来相当惊悚 以地层的这个稳定性来讲 给大自然一点时间慢慢复原 外面事实都还是会有疑虑 我们也很快的就恢复 跟我们现在其实也都已经回到了 正常的岗位上面 透过这样的号召 大家可以有一个目标继续往下走 沿着抬救县花莲往泰鲁阁方向前进 率先映入眼帘的 是一片片起目的伤痕 感慨 以前是一眼望出去都是绿色的山 现在看出去是坑坑巴巴的 地震还没来以前 我们几乎都是 几乎天天都能够有车趟可以跑 那现在呢 很难得才出一趟 太鲁阁 太棒了 0403强镇重创花莲 太鲁阁国家公园至今持续管制封闭 连带影响花莲观光产业 来访观光客人数奏简 为了挽救颓势 太鲁阁力拼2024年年底开放部分游戏区 太鲁阁天想部落湾下台地这些游戏区 我们希望配合一些工程的这个 呃 抢灾跟复原 那今年可以先开放 那另外 那另外书花地区它可及性比较高 就在公路边嘛 那公路边的设施 我们希望是在今年底可以 把它整修完可以开放 部罗湾 长春池 以及九曲洞 这些热门景点的部分步道 要在2024年12月开放游客进入 目前实际状况如何 我们一谈究竟 距离游客中心大约五分钟车程 穿过隧道便可抵达的沙卡当步道 经过地震摧残 造一满目疮痍 我们继续由台八线往九曲洞前进 沿路所见都是碎石 更是触目惊心 这边开始就慢慢进入峡谷了啦 所以你等一下 你会看沿途的状况就很不好 资深解说员李茂耀已经在太鲁阁服务长达35年 遇过多次地震风灾都没有0403强震如此严重 太鲁阁国家空灾最主要的当然就是峡谷地形 非常吸引游客可以到这个地方来啦 但是地震之后 这个峡谷的整个步道 九曲洞步道上面确实它的变化非常非常大 那也看起来很多的画面看起来相当惊悚 确实是会让人觉得有点惋惜 因为民隧道的关系 所以好像以这个路段里面的状况稍微好一点 对这个地方因为有一些这个防护措施啦 那但是其实有一些淹石裸露的地方还是比较危险的 前面就是九曲洞的那个水井步道 这水井步道 碎石堵住了潜防道路 和耳边传来的山剑禅民声响 行程抢烈对比 远路折返再次小心行事与台发现 九曲洞的灾后景象还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进入部落湾上方台地 废弃度假村当中的巨大落石 同样也是让人震惊的视觉冲击 上面的地方 然后一路滚滚滚滚滚下来 对那个因为那个大理人 滚滚滚滚下来 滚下来然后到这边 然后碰到那个石头 然后转一个弯 步道端的位置 步落湾这个区域 然后这边评估安全没有问题 然后修好 这也是被列为游行开放的地方 来到部落湾下方台地 吊桥引道被巨大落实重伤的痕迹 依旧清晰可见 幸运的是部落湾吊桥本身没有受损 小心翼翼来到桥面上 我们看到了依旧壮丽的景致 继续驱车前往长春池 飞扑充现 视觉听觉的双重饗宴 撞扑的太鲁格峡谷风情依旧 但想重返往西观光盛况 安全必须是优先考量 太鲁格国家公园预叫在今年年底 试修复情况来开放 部落湾、长春池以及九曲洞等 受灾状况较为轻微的步道 但专家学者认为这一切的修复时间 或许必须要更加延长 根据在台湾九一地震 或者像在日本三一地震 或者是这个阪神地震 他们的这个经验 大概可能要在十年以上 甚至更长的时间要到三十年 才会渐渐的稳定下来 所以而且还要再考虑到 之后的有一些豪雨、大雨的这些灾害 可能会造成土石的这些灾害 那这些都是在考虑的范围里面 确保安全之后再重新开放 中央跟地方都在绞尽脑汁 提出各式补助方案 想找回失去的观光人潮 在这个团友的部分 中央是20人团 第一天晚上才补助的是2万块 那花点这边20人团 我们是连续住三个晚上 每个晚上都可以补助1.5万 中央跟地方下重新补助 但现实是观光人数依旧浮现起色 正后旅馆、民宿、住房率相当低迷 就算是连续假期 业者也是惨淡经营 其实往年呢 不管是母亲节的假期 或者是端午节的假期 花莲的平均住宿率 大约都在7成5到8成以上 那今年的端午假期 其实我们大约也是不到2成左右的数字 那当然相比可能只剩往年的四分之一 甚至是五分之一 所以这个落差真的是非常的大 强症的恐惧让外地民众却步 往年占总观光客总人数 约三成的泰鲁阁 至少需要大半年的修复才能开放 少了国际及知名景点光环 花莲要怎么展现其他亮点 吸引人潮 距离花莲市区大约10分钟车程的七星潭海岸 海浅一色 风光与美 在地捕鱼文化也是一大特色 在横面一看就可以看到 离我们大概两三百公尺的距离 非常的近就看到海面上有一颗一颗的浮球 它其实这个它其实就是在这边存在 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的鱼法 它叫定制鱼法 它是固定在海里面一种抓鱼的方式 然后它都是捕到是野生回游性的鱼火 它不会投放饲料的 黄文器从小在台北长大 他的外公是七星潭在地渔人 学生时代每年寒暑假来到东海岸 是他最棒的回忆 他的创业也从这里出发 就每天早上就是大概五点就起床 然后跟渔人就跟我姐姐他们 然后就是到渔场这边来看 他们每天从最早上就是接载鱼火 他们怎么接载 然后到其实大家现在看到新潭 其实非常的美而且非常舒服 那大家其实就可以听到就是在海边 因为我们这边是鹅乱石 所以这边你会听到的浪声 也跟其他地方的海浪是很不一样的地方 2016年黄文器放弃出国攻读博士 以七星潭为基地和志同道合的伙伴们 一同致力推广食欲教育 那我们其实主要就是在谈台湾的海洋教育 针对是在食欲教育的这一块 就是因为鱼它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最接近海洋的媒介 怎么去透过鱼去串联海洋 轻轻地摸哦 轻轻地摸 透过触摸认识鱼种 了解如何将它们从海洋中捕捞上岸 接着再亲手烹煮享用 成就国小学同一堂丰富的参访之旅 更进阶的体验课程 则是直接前进海景第一排 做近距离观察 我们现在看到的哦 这个跟我们在西岸常看到的 说到鱼罚其实你看到它的尺寸就不一样 因为我们东岸这边要面对的是太平洋 那后面这边突出来的这两根呢 就是我们这边其实很特别的 对它会要固定 因为我们鱼人他们在冲浪的时候 他们要固定他们的船头 因为我们太平洋这边还有浪 那鱼人他们其实要冲这个浪 他们会要顶浪 所以这边会是翘起来的这个船头 是他们可以顶浪 安全顺利地出去到我们的海里面 到我们的接载船里面把鱼货再接载上来 那个不是只有在台湾 是在全世界很多地方 其实你只有在花莲才可以看到 那也是因为我们这地方的地形跟环境 所以其实那时候回来看到这些东西 对于这边的鱼人他们觉得是一个生活的日常 对于很多的花莲人 或是可能有些花莲人还不知道 但其实那个都是算我们在地很特别的DNA 包含在地的这个百年的鱼法 到他们每天在做的这个新鲜语获上岸的事情 像回游吧我们算是可以透过一个商业的模式 是消费者他们可以实际透过参与活动 或实际支持永续的环境的这些的产品 来去真的去认识到台湾海洋的议题 或是支持台湾自己在地的生产者 所以光客来他们不是只有吃一吃就结束了 或是他其实在我们提供的餐点里面 他是真的是可以是使用到花莲这边在地 友善不老的这些业者他们的产品 那还有到他在吃的体验的过程 他也会认识说不是只有口感跟味道 而是我们可以认识这个地方 像新鲜这边一百多年这个产业 鱼业的历史 带着理想与热情团队逐渐步上轨道 但地震灾情还是对他们造成巨大冲击 少了电席团体旅客收益大幅减少 于是黄文庆决定和其他在地店家携手 一起自救 一起为花莲做一件事 希望大家可以来到花莲 过去可能是一个点 但现在怎么变成是从点到面 所以我们业者间也开始推出 或者像是有一些是预约花莲一些平台 是让大家其实过去 可能也因为透过这一次正后的 就是一个机会让大家其实可以再更认识花莲 位于美轮西畔的江军府1936园区 也是相互合作的店家伙伴之一 江军府园区是日治时代的官社 国民政府牵台后成为陆军眷村 至今仍保留日式建筑的古色古香 2023年地方创生团队进驻 首要目标打造一个专属花莲人的客厅 特色餐饮文化在这里蓬勃发展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任务 透过吃可以了解在地花莲的特色 我们都会给它一个使命或任务 都会说出一个花莲的故事 美食左影美景串联在地故事 当夜幕低垂 路灯亮起 仿佛也为花莲点亮希望之光 全球最好水域的地方 台湾就是花莲 那我们就是要推广花莲的水产品 零天山包括松原别馆我都去过了 这里真的是最美的地方 2024年4月1日开幕的江军府园区 没过多久就遭遇强振来袭 但他们没有因此被击到 不要因为太鲁阁没有了 然后就不想搭不想来花莲玩家 那这也是我们当初在做振兴旅游方案的一些初衷跟想法 希望让更多人知道说 其实花莲还有其他很多好玩的 然后让游客可以放心来这里 因为除了市区的一些比较严重的房屋倒塌之外 其他其实其他还有很多地方其实是OK 就像我们在4月3号地震完之后 隔天其实我们就整理完毕 然后准备要迎接游客进来 像危机化作转机 受众创的太鲁阁依旧有美好展望 这个峡谷的地景之所以可以这么的精彩跟漂亮 那么的壮观 跟地震跟防范移动的台声 还有吸水的下切 有相当大的一个关系 所以我想就是给大自然一点时间慢慢復原 那也给我们国家公园管理处 可以有一点时间 慢慢的把这些设施把它做得更完善一点 我觉得花园其实算蛮团结的耶 不管是旅游业或者是餐饮业 那它可以透过这样的号召 会很迅速的就像刚刚提到的一些证情方案这样 然后让就是大家可以有一个目标继续往下走 花园其实我们也很快的就在就是恢复 跟我们现在其实也都已经回到了 就是正常的岗位上面 那我们其实也透过这两个月的时间 也蹲点开始也去重新的盘点 就是我们自己到底有哪些特色的东西 那也迎接大家在暑假逛季的时候 也都欢迎来到花园这边 来做花园再更其他的旅行 花园人团结齐心自救 牺手努力复苏观光经济 纵使地震创伤人在 他们仍期盼大家能再次踏上美丽的灰蓝土地 欢迎回到华视新闻杂志 玩具是每个人童年的回忆 它在人类社会中有重要的娱乐功能 也在儿童社会化过程扮演重要角色 20世纪是玩具发展的黄金年代 大量生产让玩具普及 却也造成使用时间缩短 形成更多的浪费 根据统计 大约有9成的玩具都是塑胶制成 许多人平均只玩6个月就丢弃 对环境造成极大负担 国内一年的玩具回收量超过4万公斤 筛减后真的已经不能再使用的 可以拆解分类材质回收 有机会修复的则由专业玩具医生看诊 重获新生后再捐赠给需要的机构和团体 原本要丢弃的玩具如何透过玩具医生的巧手 赋予新生 延续欢乐 一起来看 家里的玩具几乎还是炒 想要就会买 那买变成家里的玩具是溢出的 112年的时候 会说量就是来到50公顿这么多 想办法 看看有没有帮忙补钱 大家想到要回收 想到二手就会比较负面 可是我们要的是你再玩玩 三手 四手 五手 你只要可以把它还得延续下去 看好目标向前冲玩具的魅力 小朋友通常没有抵抗力 这么厉害 走 这么厉害 走 好 好 走 好 走 好 走 嘿 这样子玩喔 这么厉害 有拍 又打 又踩 玩具价值被发挥的淋漓尽致 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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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把它爬开 对 吃吃看 我把它拼起来 如果有发现孩子有一些不适当的一些 譬如说扭转还是什么 会让孩子会让这个玩具受到伤害 或者损坏 我们就跟孩子说不行喔 这个不是这样玩 然后再带孩子做示范正确的动作 尽管有师长引导 玩具还是难免碰撞 受伤了 或是阶段性任务完成 到了该退场的时候 他们的终点 并不是垃圾桶 妈 给她拜拜 所以我长大了 不玩了 我扔进去 再一个 拜拜 祝你找到好的土人喔 好 我们会先初步筛选 看它是好画 位在新北市板桥玩具银行 是台湾玩具图书馆协会 回收量名列前茅的物流站 平均每月都超过四公顿 就是轨道车 但因为它已经不完整 其实我们不是每一个玩具都看过 所以其实它能不能组得起来 我们不确定 像这种绒毛脏的要命的这种 我们就只能丢掉 也有一半的民众目前都还是长这样 就是觉得好像 就是好心要来做捐赠的动作 可是来通常都是这样闪的 我们都没办法做处理 反而会造成我们的困扰 工作人员先剔除 零散不完整的 容易隐藏病菌的绒毛玩偶 也是NG品项 这些从合作企业供托 以及个人捐赠回来的一箱箱玩具 犹如大型盲盒 半家加酒更小 零件比较小 像这种一般都会散在外面 我们就没有办法找到它的零件 这都很OK 然后小车归小车 这是很OK的 这就是我们俗称的模范生 对然后就完整的一盒一盒 连圆盒都来 这样就很优秀 我只要麻烦你整理 拆箱后的塑胶玩具 里头的小车子 立刻被大卸八块 它里面还有吗 因为它这个平均 就是比较平移的 所以塑化器比较重 如同屏管园 这里的志工都很厉害 一眼就能辨识好坏 回修来的玩具 不能照单全收 挑出完好的 根据游玩属性 分成九大类上架 这个是好的 这个里面也有锁 那锁也在 它钥匙在吗 在 像是开锁箱 最重要的钥匙一定要有 可以耶 所以我们就会这样试 这边都是 整个钥匙上架面 都是完整的 就是我们经过整理 然后上架的 我们进来的二手玩具 有一部分是完好的 我们只要经过一些 基本的检测 清洁干净 确保它 下一个人得到的时候 是干净而且完好的 然后经过分类 就可以去到 试灵试性的一个地方 完整的玩具 能回捐给社府团体 供托的 另外品质不好 缺件则有机会 延续生命 这里是我们初筛过后的 一栏玩具 有些玩具呢 可以再回修利用 有些玩具呢 就真的要丢弃了 但具体哪些玩具 可以留哪些玩具 得丢弃呢 就要靠志工姐姐的 巧手来分辨咯 姐姐我们哪些可以丢 哪些可以留 我们现在把它 这个螺丝都拆掉 这个就可以留 像这个紫色的 这个是纯塑胶 就可以留了 我们这螺丝就可以留下来 也可以再利用 好把它拆下来 这个就可以利用了 拆解是玩具 回收关键的一道手续 电池弹片 发声喇叭 电路板 这些重要器官 如果功能正常 就可以被引直利用 早 60岁的马爸 半月厚厚一跌准療丹 今天他的身份 是为医生 病患是玩具 哇 这个看起来接点就有问题 拿出秘密武器 像皮擦 马爸的手术工具 总是让人眼睛危机亮 点读游戏机无法发声 医生得揪出病因 找到第一个 生病的地方 线断 线被锈断 这个已经锈掉了 这个不要了 这个是别台拆下来洗 还可以用的 我们就把它换起来回去 前端拆解下来的电池弹片 成功移植到游戏机 但后来发现连接的电线 也有问题 我们就会拿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电话线 因为电话线的铜 比较好 所以拿它来补修 就这样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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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久了你会 童心未明 小时候玩不够啊 老来玩来臭 像我很喜欢看那些机械结构 所以很简单的发条的 有些我们就看到 哇 原来这里面有这么好玩的结构 然后有些电子的 我们就可以东臭西臭 像珠子之类 就觉得简直是一个天堂 无限的宝库 好神奇喔 我就会拿换一张图卡 换一张图卡 换一张图卡 是好的玩具 都不会放弃 过去从事资讯科技产业的马爸 退休之后 成了另类医生 六年来 他妙所回春 至少修复了上千件玩具 其实我修过一个老太太的玩具 然后她拿了一个洋娃娃 不是洋娃 Teddy Bell 太体熊 可是那次太体熊会动 问题那个年代没有 没有电子 她拿来修还不好意思 修好以后 你看到她 虽然很老了 可是她那个脸 摸到她那个太体熊的 那个瞬间 她是回到小孩子 所以我们看到 原来这些东西 可以让她马上回到 她们曾经过的年代 那这个东西 你说用钱买 买不到 好 好 我来看 不是那个云衣 是这个 找到 做断了 每个进场维修的玩具 状况不尽相同 但马爸总是想方设法 找出一线生机 前进 后对 好 可以出院了 这些老玩具 老玩具里面 像我们都有 时代的感情 不同的时代 有一些跟你之间 有很大的交集 所以我们在修的过程 不是说愁眉苦脸 因为你跟她有过去的 那个情感在 所以我们大概 在修的过程里面 事实上 是恢复自己美好的时光 马爸擅长 修复电子类 声光玩具 而另一位玩具医生 王世荣 专科士 创意发想 好 扯铃扯铃的棍子在这里 我找到了 电片 电片在这里 因为我们这边是回收二手玩具 那我们希望的是 从二手的东西去把它 取出来再做一个创作 不用再去买新的材料 做成一个玩具 或是叫剂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环保的一个概念 准备好材料 我们一个光碟片 还有两个电片 我们剪成 把它剪起来 废弃光碟片 黏上电池弹片 声光瓦巴里的瓷石 和扯铃棍结合后 训练手眼协调的玩具 崭新亮相 黏住 把它拉上来 之后 找到柱子的地方 把它放进去 我应该是 我想要做什么 我再去划想 我需要哪些 从我们的物流那边的架上 我们去找 一定可以找得到 因为我们不会说 太多不同的物 不同的种类 可以 应该都可以找得到 这种类似的 62岁的王世荣 是退休成衣厂老板 他将过去裁缝 修修补补补的概念 巧妙应用在 创作玩具上 球 要玩的球 放在中间 红色黄色 对 这个球就是我们回收 最大量的 一个 就是球尺 一个塑胶球 因为这种太软了 也不能做 再自然 然后不同的位置去 这样子 我们把我们做的教计拿出去 有一位小朋友 说 我怎么隔天又看到你 他说 我就是想要来玩这个玩具 这个对我来讲 我把这个玩具 给做完成之后 可以让孩子 玩乐的过程当中 非常地喜翻 我觉得这是 我们很有成就感 王世荣参考日本 艺製玩具 以手工DIY 废物利用 不仅零成本 也获得热烈回向 我从小的玩具 是自己做的 比较多 所以说我觉得 我再去做一些 可以包括做教计 或是玩具之类的 不管大朋友 小朋友 都可以一起玩 因为我看到很多玩具 我就很兴奋 那我的童心 就来了 大家想到回收 想到二手 就会比较负面 可是我们要的是 要把那个欢乐再创 延续那个欢乐 你这样玩玩 三手四手五手 你只要可以把它 宽乐延续下去 玩具一生的神手巧思 让玩具修复 得以新生 大小朋友 都能重回童心的 美好时光 欢迎回到华市新闻杂志 走读古道带您探访苗栗 您知道台湾也有出产石油吗 您知道台湾有着亚洲第一 全世界第二古老的油井吗 1861年苗栗出黄坑发现原油 从此开启跨越百年辉煌的游金岁月 过去出黄坑古道 是辛勤的游人们 巡视游景的必经道路 经过多年开采 游气逐渐枯竭 出黄坑从过去 人称的小香港繁华落尽 多年来这条山间小径 隐身在山林间 默默守护着台湾游气开采 重要的历史记忆 接下来探寻古道系列报导 我们要带您前进苗栗山城 踏访曾经牵动 台湾经济发展的绝美秘境 虽然是一条古道 但是以前呢 讲娘听吧 以前那干口 你看这个是世界第二口游井 亚洲第一口 台湾真的是榜 这些钻井的工作呢 就是奠定台湾 日后进步的一个基础 帽里山城绿翼绵延 过去百年间 曾有上百座游景 处立在枉玉山林间 这是台湾的骄傲 好 来 我们来到这边就是 书房坑 缆车古道 为什么叫缆车古道 因为这边就是 绕着缆车旁边走的古道 以前这边运送东西啊 势必要走这条道路 或说它又巡视游井 要走的道路 所以叫做古道 这边的每一条古道 大家就很喜欢 就是里面有它的人文特色 各方面都不一样 值得我们去体配 好好欣赏 好 来 来 现在我们走到这个阶梯 出航空古道 这以前都是泥土路 要不然就是那个 山石有没有 原地的石头 把它铺整阶梯 现在后面为了人家好走 以前中文公司这边 还有井要巡楼 被安全起见 所以盖了这个水泥阶梯 让大家走起来比较舒服 你要光是这些 他们巡景就要 每天要爬上爬下 你看 每三班子 一天要 就要最早爬三趟 出航空谷 游井步道总长约900公尺 坡度平缓 走起来并不吃力 跟随人称波哥的导览达人 刘玉波一路前进 沿途随处可见 过去开采游器的历史遗迹 来 我们这样沿途走步道 但是还看到有没有 怎么半路间杀出一条这个 好像大蟒蛇一样 这个做什么 这是油管 不是送油就是送瓦斯 因为你这个瓦斯 你产量产好以后 怎么去搬用 不能一桶桶的挑拔 就利用管线把它输送下去 1861年出房坑庄居民无意间在厚龙溪畔发现浮油 1877年在美国技师协助下成功开凿亚洲第一口现代化油井 这处全球第二古老的矿区至今仍在开采 远远不绝将台湾持续向前推进 1861年那时候发现石油那是从秋狗先生 在我们小时的印象这边喉床里面 方便漂浮一层黄色的油 大概很滑 所以那盐小时候喉床里面就可以看得到 所以喉床里面有一股味道 臭气 我们来到一个第18号油井 遗址 现在只是剩下那个井的封盖 但是那个井还已经没有生产 但是遗址还在这边 我们看一下 你看这一天整片山都是油井比较多 100多核井 这边将近快100核 你看剩下有的已经比较偏远 就没有留下 你看这个是世界第二口油井 亚洲第一口 像美国宾州它四年前已经停厂 我们这边还有 所以就值得庆幸台湾真的是拔 历经百年风霜 1912年开凿的出黄坑第18号井 依旧孤傲挺立 1970年代多处油井铺结 矿场迈向转型 曾经人生轩踏的出黄坑古道 逐渐发人问津 这边路不通 对啊路不通了 我们稍微把它整理一下 不然的话大家也不方便 虽然是一条苦道 但是以前呢 讲娘亲吧 以前的干苦 因为这边虽然是没有生产 但它井的位置还留在这边 让人家感觉说在深山里面 走井 这就是圣诞树 跟底下不一样 这是单管 只有一层油井而已 如果两管是两层 这就是单管 留下一档 人家都秀 秀实在很厉害了 感觉历史久远 对啊 卸下产油重任 出黄坑古道 华丽转身 成为兼具旅游及生态价值的 绝美秘境 爬到那么高了 一般你的山上 如果说你水带的补口多 怎么办 这边有现成的水果 树叶 这个呢 叫做酸藤 因为它汁液很多 它酸 它会刺激你的口衣 让你感觉口感受燥 好 就这样一片 来 你要不要来尝一下 这不错啦 要不要 好 老师我拿小片子 那个大片子给我们摄一下 好啦 你咬下去慢慢咬 到最后面有点肥干 这个蛮不错的 所以说你不用带太多水 很酸 对 很酸 导览达仁波哥 发挥山林本事 三两下就替我们解决 口渴难题 就连简易登山装备 也是信手年来 吴哥 你现在要干嘛 采这个姑婆衣 一般人家有没有像夏雨天 或是天气热 可以当个帽子 直接就带在头上 他是怎样用那个树枝撑过那个 撑过去 把它撑过去 试试看啊 带谁 可以耶 我 可以折太阳耶 对啊 你要这样做啊 蛮有创意的 初黄坑古道见证过去 曾经辉煌的油金岁月 当地一草一木 更有着69岁的波哥 充满欢笑声的耳虚记忆 好来 我们先看到这个贵族 稍微美败一点 会做成这个 肌肉骨 这以前有没有人家卖糖糊 小时候常常我们在一起嘛 后面慢慢长大以后 对这些 我就对地方事物 稍微有很喜欢了解 以前农到食物公司上班 真的是一几八 因为它固定嘛 你每个月开销 都会固定开销在那边 他们福利又好啊 初黄坑古道 早年是台湾经济重镇 1922年初黄坑油气开采 进入全盛时期 石油粘产量 高达一亿五千万公升 目前初黄坑油生产井十八口 每天生产天然气 一百八十万立方公尺 经过了二氧化碳 脱厨处理之后 每天可以供应一百万立方公尺 以上的天然气 你看这个钻井平台有多高 十层楼以上吧 一般我们住家房子 一层楼差不多三米至四米嘛 这个超过六十公尺 你想的多是多高 高耸若云的井架 拔地而起 开创台湾油金盛事 超过十层楼高的钢铁结构 全油人力组装 像这个钢锁 它就是上面有一个上面 最上面就是钢锁要填车 要吊东西 用这个钢锁牵引上去拉 你看这些它工作台就是这样子 你看 这么高 人要这样爬上去就对 对 都没办法 你看这个山坡力 找紧 他们也是冒着生命危险 这个就是我们地质探柑 有了探柑呢 知道它的整个地层的构造以后呢 我们才开始派员去钢炭 六十九岁的台湾油矿陈列馆 环教志工队队长黄谷卫 在中油任职超过四十年 曾经是一名彩油技术员 石油炭采辛酸血泪 所以它唯唯到来 讲到钢锦的辛苦真的是 工作人员 他们二十四小时 没有间断 而且不管是风吹一打 刚去的时候你要上那个楼 我自己爬过 我爬到一半我就不敢上了 可是他们天天就要上下这样子 真的是 与血汗去换的 台湾经济的成长 这个是我们钻炭的核心 是我们钻机 从我进公司到我退休 已经有好几位 我非常熟悉的好朋友 离开人世 就是因为在工作的时候 人的舒服 所以说在我们这个职场上面 其实有很多的禁忌 交班啊 上下班啊 你都要能够讲祝福的话 我非常深刻的记忆犹新 因为走掉的那个老班长 那时候他来叫他来上班 结果下班的一个伙伴就说 不准死的油了 结果当天他就走了 所以说这种东西 那个人到现在 内疚到现在 辛勤的友人们日以继夜卖命 加上这一罐罐闪烁着 琥珀色的珍贵原油 全续一代代采油工人 得来不易的心血结晶 到这边呢 不是请各位喝烤人茶 也不会 不是请各位呢 品尝一下奶茶 这是我们 出汪坑这个地区 不是不止出汪坑 是我们全省各个地区 所生产的原油 各位可以蹲下来看看 有没有看到这个 来自台西的原油 很多人说这个才叫原油啊 没错哦 这个才叫原油 其实不对啊 原油其实有各种 因为它生产的低层的深度 温度 压力 年限 都不一样 所以说呢 会造成它的这个不一样 石油砖探 24小时不能停歇 工作 危险感重 但早在1950年代 出汪坑矿场员工超过九成 几乎都是当地客家子弟 客家人比较能够吃苦 所以说在做钻井的 几乎都是客家人 很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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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会觉得要是 虽然说作得很辛苦 虽然说做厚 虽然说做能够做厚 你说要做厚 或做厚 虽然说如说 在设央工具 市長有著自己一套紓壓哲學 每當自己心情低潮 或是說工作碰到困難的時候 總是會爬坡好好的躺在這邊 看看天空 釋放自己的心情 再來重新開啟 而且在這邊二十幾年 我在這邊躺過差不多四次而已 也不多 躺一躺回去說 對了馬上就有點子 回去以後就能夠解決 出黃坑礦場員工福利社 也是隊長充電放鬆的秘密基地 好 充油的福利也是不錯的 而且我們有設計一個福利社 來 今天跟各位介紹我的老朋友 小玉 對啦 認識了十幾年了 她一直在這邊對我們員工的服務很多 所以說我對她也是非常 而且她非常親近 尤其是夏天穿得更辣 哈哈哈哈 這邊是傳統名字 這種 我們主打的是 少星球米高系列 前面方式招牌賓 她們都叫我了解 就把我當姐姐啦 對對對 那什麼特別的印象 他們會跟妳分享什麼 工作上的事啊 跟私下的事都會閒聊 就跟老婆小嫁會跟你講嗎 有的會喔 有的會講喔 所以妳每天看到這麼多的員工 妳也是順便挑女婿 是不是 也有順便在挑喔 全盛時期 廚房跟礦場 員工超過千人 宿舍區 十一住行育樂 各項功能 一應俱全 如今多數建築 年久失修 化為廢墟 我們常常呢 為了呢 讓整個員工呢 能夠安居樂業 所以說呢 公司呢 也同時設立了 一個兒童義樂所 讓他們的小孩呢 也能夠得到 最好的交易 最好的環境 所以說在這邊呢 各位看到 這兒童義樂所 鎖掉了 這個呢也是一樣 也是將近百年的歷史喔 珍貴歷史記憶 隱墨在荒煙漫草間 搶救任務 可不容壞 來我們進來看一看 那這就是我們 在廚房坑裡面 最高的指揮官的房子 就是處長 處長的宿舍區 很大間耶 對 就是因為 官越大 房子越大 很高興 我是很高興 廚房坑這邊 受到說政府的重視 把所有的歷史建築弄起來 讓我們這些老遊人 回來的時候 能夠環境 好好的看一下那些東西 我們身為中油的一份子 當然以中油為榮 走過百年的苗栗出黃坑 復刻炙熱動人的油礦記憶 歡迎回到華視新聞雜誌 今天的節目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業者如何努力 讓地震過後的花蓮產業 在艱困中 找到復蘇的一線生機 玩具醫生透過橋手 將原本要丟棄回收的物件 再次賦予新生 延續歡樂 探尋古道 我們走進了文域的山林 彷彿踏著鮮明足跡 走入了充滿故事的長廊 也以不同的視野走入山海 發現不一樣的台灣之美 更多深度探索請持續鎖定 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林仙怡 我們再會 歡迎收看 哈囉 我是林仙怡 想要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也不要忘記收看華視新聞雜誌喔